娱乐圈从来就不缺八卦 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 你的旧爱很快就成了别人的新欢 玄冰这个颜值长在很多人审美观上的男神 今天就来八卦一下他的旧爱新欢 玄冰公开承认的恋情有两段 一段是与年龄相差八岁的江苏拉的恋情 对于这段恋情的主动公开 很多人都表示不能理解 当时两人刚认识不久 即使交往也应该是刚刚开始的阶段 前女方还没有可以匹配男神的名气 这样一进公开 意料之中立刻就遭到了韩国粉丝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在一片贺道彩瞎叫活的压力面前 这段感情后来还是以和平分手而告终 与国民女神宋慧桥的那段恋情备受瞩目 果然才子佳人永远最受追捧 这对最被看好的娱乐圈情侣 收获了最多的美好祝福 可惜最后也没有修成正果 各种的原因 只有当事人自己体会 玄冰这两位公开恋情的前任 很快就成了别人的新欢或别人的妻子 对于一个38岁正直壮年的未婚男神而言 两个公开的前任确实也不能算情史丰富 孙一珍因为一部爱的迫降 迅速成了全民认证的玄冰的新欢 至于到目前为止 玄冰和孙一珍一直没有公开承认这段恋情 切以为 玄冰极有可能是吸取了以往惨痛的教训 这次好不容易遇上了对的人 非常害怕恋情见光死 害怕再次受到媒体和粉丝的干预和打扰 呵护这段恋情的全权之心昭然若揭 选择不公开就是对现任孙一珍 以及这段恋情最好的保护 作为同样受到大众瞩目和广泛认可的恋情 就爱宋慧桥和新欢孙一珍 被我等吃瓜群众拿来比较 就是再自然不过的八卦日常了 我们先来扒一下前任宋慧桥的卦 宋慧桥主演过《太阳的后裔》 《蓝色生死恋》 《浪漫满屋》等热播的韩剧 在中国拥有最多粉丝的韩国女艺人 公开承认的男友有李炳宪、玄斌 实锤的男友有Ring和江东元 后来嫁给了太阳的后裔男主宋仲基 又于近期传出与宋仲基 已经和平地签署了离婚协议 貌似又恢复了单身 一路走来 宋慧桥一直像个童话中的公主 美丽、有教养、有风度、有气质 不管生命中谁去谁流 始终爱得轻描淡写 云淡风轻 衣服波澜不惊的样子 仿佛已经达到 你爱我与我无关 你不爱我更与我无关 豁达的至高境界 现任孙应珍曾主演过 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电影 《假如爱有天意》 和脑海中的橡皮擦 除了今年大火的韩剧《爱的迫降》 2018年和丁海银共同主演的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也大获好评 总体来说 其在电影上的成绩更出色一些 是为数不多的各类演技奖项 大满贯得主的韩国女演员 在韩国本土拥有较高的国民度 但是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及宋慧桥 在演艺圈这么久 一直是绯闻的绝缘体 这和孙艺珍严格自律 以演艺事业为重的工作态度有关 这次音戏《爱的迫降》与玄冰结缘 对于已经38岁的孙艺珍而言 有种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的感觉 现在的孙艺珍 退去了国民初恋女神的光环 完全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魅力女人 接下来我们来说 韩国国民初恋孙艺珍的错位人生 继2018年凭借一部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掀起热烈讨论和广泛关注后 人称孙仙的韩国国民初恋孙艺珍 2019年和选宾合作《爱的迫降》 而被频繁刷上热搜 虽然官二代与韩国财阀 女继承人的剧情设定仍旧套路 但却一点都不妨碍各路少女们隔屏科堂 玄冰和孙艺珍的配置 让我时隔多年 诚实了看韩剧的欲望 天道爆炸 民政局给你们搬来了 请原地结婚 如果说剧中两人的一颦一笑 爱美拥抱是逢唱作戏 那现实中的亲密互动 则叫人忍不住浮相连篇 一向沉稳内敛的玄冰 在孙艺珍面前总是忍不住情绪荡漾 而感情上一向低调 谨慎的孙艺珍 更是在社交平台上连发几张动态合影 在公开的各类访谈和现场活动中 两人间的气氛也是浓情蜜意 恩爱有加 之前玄冰和孙艺珍一起在洛杉矶 一起逛超市的照片 登上热搜时 有网友激动表示 后脑勺都那么般配 都是心中的白月光 一时间不知该羡慕谁 圣诞节的时候 孙艺珍还专门更新了一下社交网络 的确同样事业有成 不相上下的37岁 同样无可挑剔 令人赏心悦目的影子 同样优秀自律 且光彩夺目的人生 我想无论这样的两个人 最终能否走在一起 他们都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美好人生的最佳方式 自爱沉稳而后爱人 尤其是被形容 以他的演技根本不需要长相 以他的长相根本不需要演技的孙艺珍 出道20年 不仅颜值出众 演技在线 事业上都是屡攀高峰 作为韩国唯一的六大奖 最佳女主角大蛮观得主 孙艺珍长期稳居韩国女演员身价排行榜前三 在与玄冰的绯闻被广为热议之际 有一种声音这样评价孙艺珍 我丝毫不怀疑 即便孙艺珍始终不婚 她也可以一直美好下去 37岁的孙艺珍的确是女明星中少有的一股清流 她从不遮掩自己在事业上的企图心 也从未有过人到中年 该选择结婚生子 还是继续打拼的纠结和焦虑 从经典之作《假如爱有天意》 《我脑海中的橡皮擦中的小清新》 到外出《白夜行中的玉女》 在大海盗《摩天伦》中的硬派女王 事业上的挑战 突破与境界始终是她人生的主旋律 因此当被媒体反复追问 什么时候打算结婚时 孙艺珍帅气地说 工作得太开心了 结婚的事要随缘 我想在美貌之外 孙艺珍的人气与荧幕好感动 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在于她的自爱与笃定期盼爱情 但从不吵绯闻 可以自如地屏蔽掉外界的干扰 坚定且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错位人生 闲暇时就看书插花 四处旅行 自律的她还拿到了普拉提教师资格证 别人都说她助言有数 但却鲜少有人注意她的天真与浪漫 她笑容里没有一丝焦虑的自在 是源自于坦然接受孤独感的勇气 是任何时候都遵从于内心声音的诚实 和孙艺珍一样现实生活中 即便一个女性获得自信而充满乐趣 但如果没有遵从大多数的人生模式 就仍会被当成异类 时刻接受着来自主流人群的拷问 做这份工作有什么前途啊 过了这个年龄能挑到就不多了 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情 这种单一的价值评价体系 总是在生活中处处制造着 你好像不太正常的焦虑 让我们十分害怕成为少数人 更不由得怀疑是否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活着 记得孙艺珍主演的《我脑海中的橡皮擦》中 有一句台词大意是 我们烦闷乐的 缘故缘由 是不知如何静静地待在房间里 心平气和地和自己相处 敢于成为少数派 敢于践行一种错位人生 其实就是一个排除外界声音 自己平和相处的过程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一个人如果能够始终忠诚于内心的渴望 而活着也就自然不会再期盼另一层的风景 毕竟今天已满着高音甚至尽兴 至于明日花开花落 那是命运的问题 6月11日据韩国媒体报道 38岁的韩国女星孙艺珍 日前广告片约不断 在没有细拍的日子里 她整日都被经纪公司安排在录影棚 拍摄接连不断的广告 吸金能力不俗 经纪公司公布了一组 她正在拍摄的现场视频 穿着靓丽的孙艺珍 大秀健康美丽 活泼可爱 孙艺珍与玄冰合作了热播剧 爱的破降后 人气急剧攀升 前不久 在第56届白想艺术大奖中 斩获人气演员奖 而在日前 由专业娱乐媒体 StarMometer举办的 2020全球最美女星票选结束 38岁的孙艺珍 击败了年轻的女团 Twice成员子鱼 Black Pink成员Lisa 获得第一 孙艺珍的经纪公司 日前公开了 她为美妆品牌 拍摄广告的花絮片 在不足45秒的影片中 孙艺珍换了三套时装 展现出活力 成熟 可爱三种风格 当中最转人眼球的 就是她的深色紧身背心造型 彰显了她的娇好身材 散发出一种健康美 而在过去 孙艺珍也经常为 不同的品牌及杂志封面 拍摄广告及宣传片 当中也有不少照片 非常漂亮 引人注目 网友也奇夸 孙艺珍越老越有味道 拿下2020全球最美女星冠军 实至名归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好